欢迎收听歌有事吗 我是雪晶宁 我是陆云秀 这个月我们要回到陆云秀好歌谈唱时间了 云秀哥我们去年终于结束了 谈唱圣经66卷的大系列主题 那我想听众朋友们也很好奇 既然都谈唱完66卷书了 接下来我们要聊什么呢 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聊的 比如说我们接下来就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基督徒的五大问题 这个问题可能也是你的问题 也是我的问题 那我们如何在当中一起的来面对 一起的用诗歌的方式彼此接力呢 所以今天我们要开启的 基督徒五大问题的第一题就是 怎么读圣经 圣经对基督徒来说是非常宝贵的话语 因为是神所启示给我们的话 可是圣经为什么一定要读呢 难道我不能够就 比如说每个礼拜听牧师讲道 或者是看一些懒人包就好了吗 这听起来是蛮好的 那对我们传道人来讲也蛮好的 这样我们传道人就有工作做了嘛 不过呢 其实不能够自己读圣经啊 是非常有亏损的事 特别是对自己的生命有亏损 因为呢 如果你不能够自己读圣经 你有可能就没有办法分辨 在台上传道人跟牧师 他们讲得到内容正不正确 你可能就不能够真正的知道福音的内容 你可能啊 很容易就会变成迷信 因为你只是听 这个讲道的人讲道嘛 你只是听别人告诉你说 哎呀这个信仰的内容是什么嘛 所以你很有可能 非常容易被人欺骗 被人操弄 例如说在 中古世纪的时候 中古世纪呢 那个时候呢 罗马 我们称为叫做罗马天主教了 那个时候罗马天主教呢 他把圣经固守得非常的严密 只有神职人员才能读圣经 所以一般的小老百姓 特别是他们有些人还不识字 这个时候呢 他们没有办法读圣经 所以只能听神职人员的教导 可是神职人员真的教导的都是正确的吗 不一定 不一定 而且后来证明 在中世纪有许许多多的教导都是错误的 所以发现呢 中古世纪有很多非常可怕的迷信 例如说 其实他们还是会继续的拜偶像 只是偶像换成了他们 所雕刻的耶稣基督 或者是圣母玛利亚 就他还是会继续做拜偶像的事情 所以他还是会继续沉迷在一种迷信 觉得好像我做了好事 我做了什么事情就能够赎罪 就能够没有罪 甚至于我可能付钱了 我就可以得着应得的福分 所以到最后就变成了一种迷信的民间信仰了 为什么 因为不懂得自己读圣经 不了解原来福音真正的内容是什么 所以后来到了16世纪才会有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出现 那马丁路德为什么能够开始推动宗教改革呢 其实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 他读到了圣经 他真的读到了 以至于当他在仔细的研究圣经内容的时候呢 才发现原来这些修士 原来这些神父 原来这些传道人 他们之前所说的都是胡说八道 都是错误的教导 所以人民根本不知道 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福音 因此在宗教改革的那个时候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口号 就是要回归圣经 并且要唯独圣经 那当然唯独圣经不是只读圣经了 因为还有很多书要读嘛 但是所谓的唯独圣经指的是 我们生命的方向 我们生命的重心 我们真正信仰的中心思想 必须只能够从圣经而来 不是传道人说什么 不是神父说什么 不是谁说了什么奇怪的论点 而是圣经说什么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相信他 就好像是如果你想要认识一个人 最直接的方法是亲自的去认识他 跟他交谈 跟他互动 认识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没错 上帝借着圣经让我们明白 我们自己的光景 也借着圣经让我们明白 他对我们生命的计划 所以如果我们不读圣经的话 我们不会知道那件事情 不会知道上帝到底对我们 有什么样的计划 不会知道到底我们现在生命 处在什么样的光景 不会知道我们的天父 是如此的爱我们 是的 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 所以第一首诗歌 就让我跟云秀哥和您分享 约书亚的这首 爱我的天父 又为爱我的天父 他永远不放弃我 他爱你痛才是我完全 我甚至他顾念着我 我只他顾念着我 在许多危难时刻 在流泪的过程 你永不离开或丢弃我 我甚至你顾念着我 我只你顾念着我 又为爱我的天父 又为爱我的天父 他永远不放弃我 他爱的痛才是我完全 我甚至他顾念着我 我甚至他顾念着我 我只他顾念着我 在许多危难时刻 在流泪的过程 你永不离开或丢弃我 我甚至你顾念着我 我带着我 我带着你心 带着你心 带着你心 拥抱在你怀里 我爱你 我的天父 你是我的一切 又为爱我的天赋 他永远不放弃我 他爱的痛在使我完全 我甚至他顾念着我 我只他顾念着我 在许多未满时刻 在流泪的过程 你永不离开或丢弃我 我甚至你顾念着我 我只你顾念着我 吸引我贴近你心 拥抱在你怀里 我爱你 我的天赋 你是我的一切 吸引我贴近你心 拥抱在你怀里 我爱你 我的天赋 你是我的一切 我爱你 反而阅读越偏颇 阅读越看不懂 当然许多时候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我们都先有一种立场 因为我们知道 他到底在说些什么 例如说我们在读 这个科学书籍的时候 我们大概会有一些预设立场 或者说我们心里面会知道 我们现在在读的是 科学的书籍 那另外呢 我们如果读神话故事的时候 我们大概会知道说 哎呀我现在在读神话故事 所以我读到的东西 其实不是真的 所以你的预设就不会认为 神话故事的那本书 是在讲真实的事情 你会知道说 他讲的是一个虚构的事 所以同样的 当我们在读圣经之前呢 我们也要知道 圣经呢 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话语 这是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的 而圣经的内容 最主要要讲的是 是什么呢 其实如果我们稍微去看一下 圣经的大致内容 我们大概就会知道了 圣经最主要是在讲 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盼望 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拯救 天父上帝将他的独善爱子 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为了要拯救我们的生命脱离罪恶 所以上帝的爱是如此的广大 上帝的恩典是如此的深 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其实要事先知道的就是 圣经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 而这本书呢 一直在讲述上帝多么的爱我 甚至用他儿子的命来换我的命 所以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常会说 圣经其实就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 赐给人类的情书 因为在圣经当中不断的会 上帝会借着字里行间的话语 告诉我们他有多么的爱我们 所以如果在圣经里面 读不到天父上帝的爱 读不到主耶稣之所以爱我们的那个理由 如果不知道的话 那就可惜了 所以其实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一开始要有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就是我们要知道 上帝爱我们 他赐下主耶稣基督给我们 而主耶稣也是如此的爱我 他愿意为我牺牲他的生命 是 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些圣经里面的内容的时候 你就会越读越起劲了 是 接下来就让我跟云秀哥和你分享 赞美第189首 主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万不错 主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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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声数告诉我 有声数告诉我 耶稣爱我是生命 将我最爱的心 将我最爱的心 将我最爱的心干净 有声数告诉我 耶稣爱我 主耶稣爱我 主耶稣爱我 不改变 主耶稣爱我 疾病软弱 他精烈 实际永连 白日早就 白日早能 静大酒 黑夜睡觉 主看守 主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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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圣书告诉我 耶稣爱我到永远 一路同行作过伴 当若今日我爱他 他必领我到天家 主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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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圣书告诉我 耶稣非常的爱我们 我们怎么知道呢 我们可以透过圣经里面 神所启示给我们的话语 知道神是如何的爱我们 那么当我们有了一个正确的态度 跟方向来读圣经 之后呢 之后 其实读圣经呢 可能不是只是知道一些知识而已 对我们来说 读圣经其实是对主耶稣爱的回应 所以首先呢 读圣经不是只有光读圣经而已 你必须要先相信耶稣 借着你相信耶稣所说的话 相信耶稣对你的爱 相信耶稣所做的一切的恩典 赐给我们的恩典 以至于我们能够做正确的回应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罪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苦难 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 我们其实可以去思考 为什么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罪 为什么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苦难 而主耶稣为什么要来到世上 用他的生命来挽救我们 脱离罪 脱离苦难 我想这是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 如果我们单纯只是读字句而已 我们可能只会觉得 哇这个故事很精彩 讲得真好 哇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很感动 印象深刻 这个教导这个道理 好像还蛮有道理的 很认同 是 但是呢 如果你没有真正的 因着相信耶稣基督 而去认同圣经所说的内容 而且如果你不能够 从圣经的当中去真正亲身体会到上帝的爱 主耶稣基督的爱 那其实就很可惜了 我记得我好像听过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其实是说到有一个人啊 他能够把整本诗篇 就是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做诗篇 他可以把整本诗篇都背下来 那很多人就说哇你真的太厉害了 怎么能够把诗篇背下来 他就说没有啊 我就把它背下来而已 那人家说那你相不相信上帝 相不相信耶稣呢 他竟然说我不相信 我背下来只是因为 我喜欢背书 我觉得很好玩 但是当他只是因着喜欢背书 只是觉得很好玩 把诗篇背下来的时候 其实诗篇对他却没有任何丝毫的意义 等于他只是在做一个 一个背诵的动作而已 可是呢 如果他真的能够很认同 诗篇里面所说的话 例如说有一位神学家就说了 诗篇其实是人生的检验 其实是人生的灵药 因为在诗篇里面有很多的诗人的情绪 上帝借着这些诗人的情绪告诉我们 上帝会怎么样帮助我们 上帝会怎么样带领我们 上帝会怎么样爱我们 而我们能够在其中 借着诗篇的话语 能够真正的经历到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带领跟上帝的爱 那才是真正最好的状态 所以不是只是好像单纯的 只是读圣经而已 而是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 要认同 要相信 并且要去回应 就是要顺从圣经所说的话 以至于能够知道 我们的生活应该要怎么样活出来 是 所以圣经对我们来说 并不是一本优美的文字书 也不是一个充满知识的书籍而已 他讲的是跟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的 他讲的是耶稣基督是如何的爱我们 而我们也要回应他的爱 最后我们就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爱 赞美第209首 主耶税主耶稣我爱你 主耶稣我爱你 甚至我属于你 为你感愿舍弃一切最终了 我慈悲地救助你 你恩典最深 若我曾经爱主 如今更亲爱 主耶税主耶稣我爱你 主耶稣我爱你 因你奢新命 配定在世家上 为书我罪过 我爱主 如今更亲爱 圣前主我爱你 愿爱之灵重 我必赞美救助 一直到天上 到我离世时 我仍要送主恩 若我曾经爱主 如今应更亲爱 道永生的父弟 进了天堂门 我更要永诚送 他的大人赐 头戴荣耀冠冕 我送室更新 若我曾经爱主 如今应更亲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